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和小刚打招呼 希望两人能愉快的相处 此时小刚抬起了头 一脸冷漠的说 反正你以后也会消失的 女主被这句话搞得莫名其妙 但也没多想 继续耐心的和小刚聊天 而小刚也慢慢的开始和女主交流了起来 此时女主看到小刚画的画上面有一个黑色的长发人影 在黑色人影的下面标注着一个英文 因为涛哥英文太扎了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就称之为小高 女主问小刚 这个小高是什么意思 小刚说这是自己的好朋友 平时就守护在自己的身边 女主笑了笑 这显然是孩子们的幻想 但小刚坚定的说 小高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就在自己的卧室 说着还指了指房间顶部的储物柜 女主自然是不相信 但又有些奇怪 就拿着小刚的这些画去找老师 老师说很多人在童年时都有一个幻想出来的好朋友 以此来填补父母亲情的缺失 老师让女主可以试着和孩子交朋友 慢慢的就会打开孩子的心结 女主一听顿时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几天的朝夕相处 女主和小刚之间的关系融洽了许多 孩子对这个姐姐也越来越依赖 一天女主给小刚讲白雪公主的故事 讲到王子和公主最终幸福的在一起了 小刚若有所思 问女主怎样可以永远的在一起 女主说结婚就可以 可小刚却说爸爸妈妈也结婚了 为什么爸爸就死了呢 女主心疼的将小刚揽入了怀中 这时小刚说要和女主结婚 这样就能永远的在一起 真是同言无忌 女主被小刚的天真给逗笑了 就随口的答应了小刚 还顺便答应了陪小刚洗澡 可能这就是孩子表达友谊的方式吧 就在这时有人登门拜访 女主一开门 就看到一个女人领着孩子气匆匆的走了进来 而孩子的头上胳膊上都缠着绷带 看起来伤得不轻 女人质问女主 说自己的儿子昨天被小刚从幼儿园的滑梯上推了下来 让小刚的家长马上道歉并赔偿损失 女主一听感觉很奇怪 小刚昨天一直都和自己在一起 并没有去幼儿园 就问这个女人是不是搞错了 女人生气的让自己的儿子出来指认小刚 小刚此时就坐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可当女人和他的儿子看向小刚时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小刚的身后站着一个高大的黑色长矛怪物 很是恐怖 看到女人露出惊恐的表情 女主也跟着回头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女人和他的儿子匆忙的离开了小刚的家 在临走时 女人告诉女主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就会像前一任保姆一样死于非命 当初前一任保姆莫名其妙的从二楼的窗户摔了下去 头刻在石头上死掉了 也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一幕 女主还想再问 女人已经匆匆的离开了 而另一边 房间里的小刚看到同学的母亲被吓走了 很是开心 小刚倒了一杯酒 打开那个储物柜放了进去 说是给小高的奖励 女主返回屋内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来到了小刚的卧室 找到了小刚画的画 在其中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从楼上筛下来的画面 和一个小男孩受伤缠着绷带的画面 小刚说自己每次生气就会画下来 然后小高就会按照画上的办法为自己报仇 女主感觉事情有些严重 女主不相信有鬼 但小刚这种扭曲的心理很危险 前一任保姆的死说不定真的和小刚有关 于是第二天 女主就带着小刚来找自己的老师 老师简单的给小刚做了一个心理测试 发现孩子除了有些任性并没有什么异常 女主也就暂时放下心来 而与此同时 坐在角落里的小刚 似乎对女主和老师亲密的关系很是不满 于是回到家中 小刚画了一幅画 画中怪物小高喷出了火焰 将代表着老师的眼镜男给烧死了 结果当天的晚上 在学校加班的老师 就遭到了化身小刚的怪物袭击 等到别人发现时 老师已经被烧成了一堆焦炭 得知老师的死讯 女主悲痛欲绝 回到家中 小刚暖心的过去安慰女主 还给女主画了一幅画 女主稍感欣慰 但女主却从那堆画中 发现了怪物放火烧死老师的场景 回想起小刚说的怪物小高帮他复仇的话 事情越发的诡异 女主再次追问小刚 为什么要画这样的画 小刚说自己讨厌女主的老师 所以就让小高烧死了老师 女主根本就不相信这些 认为小刚是个撒谎精 是个没人喜欢的小孩 小刚很是生气 他发出了尖叫声 召唤出了柜子中的怪物小高 这次女主看得真真切切 这个高大的黑色长毛怪物 长着一双长长的胳膊 正一步步的朝女主走了过来 女主被吓呆了 胆仅夺门而逃 小刚以为女主在和他玩捉迷藏 开心得不得了 最终女主被发现 怪物小高掐住了女主的脖子 将女主高高的举起 眼看女主就要没命 这时小刚命令放下女主 然后伤心的说自己很孤独 希望有人能够陪自己 但前面的几个姐姐都说话不算数 所以朋友小高才会帮忙让他们消失 以后自己不会再干这样的事了 说着小高就真的消失了 看着眼前这个孩子 女主心疼的将他揽在了怀里 小刚问女主什么时候陪他洗澡 女主犹豫了 自己只是骗小刚玩 没想到孩子还真的认真了 见女主犹豫 小刚又生气了 大骂女主是骗子 接着整个房间暗了下来 女主惊恐的发现小刚的眼睛变成了白色 而在小刚的身后 怪物小高正慢慢的朝女主走了过来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答应了别人洗澡 就一定要洗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